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五和他的朋友们,我是老五 今天这一期啊,跟大家聊一聊联合利剑还他们到军演,他开始了 今天会借着这场军演跟大家聊一聊这个世界的局势啊 今天也会跟大家聊一聊啊 这联合利剑还他们到军演才是真正的巫统 为什么我这样说,大家听我慢慢来聊啊 首先跟大家聊一下,为什么我跟大家讲联合利剑这场还台湾岛军演才是真正的巫统呢 原因很简单,咱们是使用军事的一个行为 完成了对于台湾岛周边治权的回收 为什么我这样说,咱们先看一看联合利剑这个还台湾岛军演它覆盖的范围 我相信很多同学也都知道啊,覆盖的是台湾岛的北部南部和东部 也就是说啊,台湾岛西侧台湾海峡这一侧咱们没有搞军演 可是咱们做的是什么呢?海警船的巡航 对不对?咱们得把这些新闻都得结合起来看 不仅如此,咱们还有一个公式啊 这个公式是什么呢?也就是大家最近看到的 山东舰啊,在台湾岛以东200海里处进行训练 大家知道这个山东舰啊,在这个训练的位置是在哪吗? 台湾岛以东200海里不到400公里吧 然后呢,这样的一种状态 嗯,也就是啊,把这个钓鱼岛包含石原岛全部都包括进来了 然后是在这个琉球的啊,西侧的一部分 然后的话,也就是美国啊,在琉球的军事基地不远之处啊 距美国在琉球这个军事基地100多公里的地方 然后开始啊,咱们训练山东舰的训练嘛 也就是在美国的军事基地门口训练 我相信很多同学也看到了另外一个新闻 最近我也跟大家聊过啊 也就是美军在台湾岛以东400海里处 然后在那啊,然后啊,京师啊 这个山东舰,也就是那个尼米兹号的那个核动力的航母 对不对?然后400海里是哪呢? 它已经快退出琉球了 大家一定得知道啊 台湾岛距离纳坝机场 然后呢,也就是170公里啊 和海里也就不到100海里吧 也就是这种状态啊 然后就是,美国人在哪呢? 美国人在日本的本四岛啊 这就是美国的态度 大家可能会觉得美国五五又渣渣 我山东舰在这个台湾岛移动200海里出 然后在那搞训练 你美国人为凭什么在这个台湾岛移动400海里处 在那儿警戒我山东舰呢? 大家得看一看美国人在哪儿警戒呢? 美国人已经快放弃琉球了 琉球上面一大堆的美国的军事基地啊 对不对啊 这就是美国的态度 大家明白吗? 之前我跟大家讲 这是美国人在保台湾吗? 这是美国人在保日本呢 而且保的日本还不包括琉球的 这个日本呢 琉球到底归属于谁呢? 美国人的态度已经很明显了吧 这就是这个世界的局势 为什么说是武统呢? 这刚才跟大家讲了啊 咱们山东舰身处一个攻势 进攻的一个态势 进攻到日本那种状态 然后美军呢 退到啊 这个日本的本岛的附近 在那儿警示 放弃了琉球 这种态势 大家知道吗? 这种什么样的状态吗? 也就是说 像钓鱼岛啊 石垣岛啊 对不对? 琉球啊 这边比较啊 琉球这边呢 就比较 应该怎么讲呢? 应该比较模糊啊 但是比较明确的是 石垣岛啊 钓鱼岛啊 台湾岛啊 这一块都是解放军的势力范围 这就让大家看到了 最近啊 这个台湾这边 包含日本这边 包含美国这边 都非常的紧张 可是最不紧张的是美国 比较最紧张的 那是日本 台湾这边还算是比较松 虽然说啊 台湾这边也在抗议啊 如何如何的做这种事情 但是没有用啊 有本事上啊 台湾能上吗? 咱们看起来是在做一场 还台湾岛的军演 其实咱们在做什么 大家明白了吗 为什么跟人家说 台湾是口瓮 对不对 你可千万别碰啊 台湾那可是啊 我中国最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啊 那台湾这口瓮里边 装着我们中国的身家呀 对不对 那宝贝金珠宝一大堆 美国人碰啊 对了碰啊 你的麦卡锡 见了蔡英文是吧 你碰了是吧 哎呀你欺负我了 你欺负我了 那我这边就坐实台湾岛周边的治权 我要收回了 对不对啊 不仅台湾岛周边的治权 我要收回 包含钓鱼岛啊 直接冲着日本而来呀 琉球这边 你美国管得了吗? 你那点军事基地 那是什么玩意儿啊? 那是摆设 为什么是摆设 你全部都在我解放军的打击范围之内呀 这就是最核心的一个问题 你美国来呀 来得了吗? 这是最核心最核心的问题呀 首先啊 咱们啊 待会儿跟大家聊一聊 台湾那边的反应 台湾那边的反应 基本上总而言之就是一句话呀 然后你不要反应国度啊 大陆啊 我们 我们没有啊 我们不挑衅啊 我们坚决的不挑衅 如何如何呢 台湾这种反应 求活嘛 求活嘛 解放军都冲着美国人去了 美国都退到日本的本岛了 那台湾怎么折腾啊 他敢 他敢动一下试试 你动一下我看一看呀 那直接台湾岛对不对 跟你顺手就收回了 那咱们现在 不仅是收回了台湾海峡的治权 同样对不对 也要把像钓鱼岛附近啊 石渊岛附近 这一块的水域的 这个治权管理权 我们也要收回 那你日本能如何 为什么跟大家讲 日本最紧张 因为日本那个什么 那个啊 那个兵团长 那个中将 对不对 那死无葬身了吧 从这个直升机上面掉下来了吧 虽然说 昨天我跟大家聊了 聊了一下啊 这个中国的啊 咱们中国的这个电子侦察船 在附近啊 但是电子侦察船啊 你要说是电子战啊 这种船 我我 我不好说啊 我不好说 为什么今天我跟大家说 我不好说呢 你日本千万别来碰瓷啊 对不对 千万别碰瓷啊 你拿着个中将 你跟我碰瓷有什么意思啊 对不对 你们飞机掉下来了 我又没开启一枪一炮 对不对 你他掉下来了 是你们自己的问题 你们保养出问题 对不对 日本人 你不认真 对不对 你保养上面出问题 所以说才导致这个直升机掉下来 而且听说啊 你连续啊 那个直升机之前连续保养了50多个小时啊 才又重新的飞起来的 那我只好说你这个连续保养 你没做好 你没做好啊 谁知道你这个保养里面是不是偷工减料啊 日本最近的企业出现了很多吗 对象川崎啊 三井啊 三陵啊 没有三井啊 三陵啊 等等都出现了很多的那种啊 那种一次冲好的行为被报道了出来 谁知道你们日本的这个自卫队 有没有一次冲好啊 对不对 你千万别碰瓷啊 别碰瓷 你要真的是急眼 你碰一下解放军 我看一看 对不对 然后的话 总而言之啊 你那个直升机掉下来 那是你的事 你那个中将掉下来 那是你的事 他死不葬身之地 那是你的事 别找我中国 对不对 你要真的是想找我中国的事 你自己来啊 对你自己来啊 咱们就看一看 你的自卫队到底如何呀 对不对 美国人都往啊 都往这个东撤啊 然后你日本往哪走 咱们来看一看就行了 总而言之 大家发现一个形势了没有啊 解放军这一次啊 往前去 有进攻的态势 然后的话 那为什么啊 以前不做 咱们今天才做呢 我相信很多同学啊 然后心里面怄气啊 虽然说觉得这个新闻解气 但是我相信很多的同学也说 以前你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对不对 为什么以前不这样做 咱们打好基础 这个基础是什么 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聊的 这个世界的格局发生了改变 怎么样改变呢 大家得知道这个世界啊 还是有几方的势力的啊 我之前跟大家讲过 世界的三大市场 这三大市场都是三大势力 对不对 美国啊 一大势力吧 但中国也是一大势力嘛 然后欧洲那也是一方的势力 对不对 这三大势力 在很多的事情上 在国际事务上 他都有自己的发言权 包括俄罗斯也是一个势力 对不对 你看一看啊 那个联合国的五大流氓啊 五常 五常 对不对 那五 五常不是 不是流氓啊 不是流氓 哪一个他没有在啊 一些国际事务上说话呀 可是啊 最近我跟大家聊了一件事情 那也就是东南一样 对不对 之前跟大家讲过 只要咱们这边武统啊 然后美国人最希望的是什么 其实很早之前都在跟大家聊这个事啊 美国人最希望的就是啊 台湾岛 雪流成河 狮山 血海 对不对 然后的话 解放军 野蛮 对不对 然后的话啊 台湾人好惨 气气又惨惨 然后美国人全世界去骂你 对不对 然后东南一啊 你快看一看啊 这个大陆他武统台湾了 他打台湾了 你东南亚在南海 跟大陆他也有领土的争议 对不对 然后东南亚 你现在赶紧躲到我美国的保护之中 对不对 咱们来啊 对抗这个解放军啊 然后美国就希望的那种状态也就出现了 拉更多的人站到美国身边 包括欧洲也是 之前跟大家聊过 去欧洲那边也说解放军好坏啊 解放军对不对 让台湾岛失散血海 血流成河 对不对 然后好野蛮 对不对 我们应该跟这种邪恶独裁专制威权的国家 划情界限 欧洲站到我美国这一方 美国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去想的 可是最近我跟大家聊东南亚有声音吗 从这个台湾海峡的这个巡航 海警船的巡航 东南亚有人出来反对吗 没有啊 对不对 然后的话山东舰啊跑到这个台湾岛以东200海里出 在那儿搞训练 谁反对 我听一听没人吧 对不对 然后这一次啊 这个利剑他出窍了 对不对 联合利剑啊 然后咱们的这个军演啊 开始了 东南亚有声音吗 为什么没声音 因为咱们跟中咱们中国跟东南亚关系可以啊 尤其是最近外交方面 大家看到了没有啊 对不对 像新加坡呀马来西亚印尼呀排着队的啊 来中国 尤其是表扬印尼 对不对 印尼说了嘛 然后的话我们啊 要跟中国啊 印尼要打造与中国的命运的共同体 对不对 印尼要跟中国命运共同体了 你就说一说 这个这个东南亚还有谁能说个步子 包含新加坡的李显龙也得也得表扬 对不对 那叫全方位 对不对 全方位啊高质量啊 这个这个还有什么有前瞻性的啊 这个伙伴关系 对不对 跟新加坡做成了这样的关系 马来西亚的安华 对不对 人家安安瓦尔 对不对 然后也来中国也表达了要跟中国进行文件的啊 合作 那就更不要提像泰国呀 对不对 像柬埔寨老挝呀 这种国家了 对不对 然后的话 包含啊 这个越南 咱们也通过电话了 总而言之 东南亚这一块 咱们稳定下来了 对不对 你美国去拉东南亚 看一看你美国拉的走吗 美国一直想拉 拉的动吗 对不对 还是那句话 你让东南亚这些国家站到你美国这一方 毕竟嘛 东南亚 这个东盟 那是中国的啊 这个贸易伙伴的第一名 对不对 然后如果说东南亚 东盟站到了你美国这一头 它带来的影响啊 这个这个可能是这个生意上 还要赔钱 对不对 贸易上还要赔钱 你美国补得了吗 为什么东南亚啊 它没有声音呢 为什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 印尼还要说与中国打造 印尼中国命运共同体呢 哈哈哈哈 为什么呢 对不对 那能为什么呢 大家一起人类命运共同体 大家一起合作 它有发展的 谁破坏了我们利益的共同体 人类命运的共同体的话 那谁是那个坏人 这就是我之前跟大家讲的台湾岛 对不对 你破坏了台海的和平稳定了 对不对 你解放军大陆这边啊 对你有所啊 军演这种动作 理所应当 你赖谁啊 谁让你蔡英文往美国去见那个麦卡锡啊 以美谋独 总而言之 东南亚这个啊 国际局势跟大家讲完了 东南亚不会有任何的声音 那咱们看一下欧洲 欧洲有声音吗 对欧洲美国的老盟友啊 然后的话 欧洲最大的那个国家 最强的那个国家 那个国家叫法国 法国的总统马克龙 哎 人现在在广州呢 哈哈 然后听一听 高山的流水 对不对 然后咱们得一起觅啊 觅之音 对不对 总而言之吧 人家马克龙跟习近平喝茶 然后的话 人家还得说上一句 对不对 法中有一万岁啊 大家就会发现这个世界的局势 是不是发生改变 欧洲这一块 然后的话 哎 没有任何的事 这边台湾岛这边 还台湾岛 还台湾岛军演啊 好紧张 好紧张 法国这边 欧洲这边没声音 喝茶 对不对 然后的话 这边啊 这个美国的这个尼米兹号的 这个核动力的航母 跟这个山东舰啊 在这儿 互啊 互避苗头啊 这个法国这边 马克龙 人家 高山流水 密之音 对不对 日本这边特别的紧张 对不对 一个啊 一个中将啊 对不对 然后死不葬身之地了 然后到法国这边呢 法中有一万岁啊 大家看到没有 你台湾折腾 台湾折腾 对不对 你动一个我看一看 对不对 美国人最希望的状态 之前跟大家讲过 美国为什么说 二零二七五统 二零二六五统 二零二五统 因为美国人最希望的就是 台湾去死 你当刺猬当豪猪 你跟大陆去耗 对不对 你跟大陆打起来 然后美国能干什么呢 美国会派兵吗 台湾当刺猬当豪猪 美国派个鸟的兵啊 对不对 美国都开始给那个布雷车了 给台湾 什么意思啊 当刺猬当豪猪啊 你 对不对 美国最希望的就是 可以借着台湾人的命 然后全世界在那说 然后的话啊 解放军啊 中国啊 这个这个独裁威权 他有专制 对不对 然后的话 台湾好可怜啊 这个血流成河 湿山血海 这就是美国人最愿意做的一个事情啊 就跟他对俄罗斯的那种那种动作一样啊 对不对 然后的话 拉着东南亚 拉着欧洲人站到美国身边 结果大家看 谁站你美国身边啊 对不对 谁站你美国身边 谁有声音呢 就日本最紧张 为什么日本紧张 活该 对不对 你临方正来中国 你对不对 为虎的坐舱 你拉帮的接派 对不对 你都坐舱了 我不收拾你 对不对啊 然后的话 你美国呢 你美国也知道死活呀 跑到台湾岛 以东四百海里啊 这都是七百公里的地方了 七百多公里的地方了 对不对 咱们就慢慢看就行了 大家就慢慢看就行了 总而言之吧 你就看一看这个局势 然后的话 谁能拦得住 这个世界的这个大势 只要开始 它停不下来 为什么停不下来 突然间发生了改变呢 我跟各位讲 咱不说时间多长 二十年前要来这么一手 咱们还台湾岛军演吧 能不能做 能做 什么台湾海峡的巡航啊 能不能做 能做 二十年前 如果做这一手的话 我跟各位讲 那个世界的局势 就不是现今这种状态 对不对 美国嘛 还是世界的老大 美国五五又渣渣 对打听打听 哪个叫萨达姆 谁人又是卡扎菲 哪个又叫米洛舍维奇 美国那个时候 风投他正进 对不对 然后美国只要不高兴 欧洲人也得跟着骂 东南亚也得跟着骂 中国当时的国际环境 会出现大问题 可是早到今天 为什么 马克龙在喝茶 对不对 然后高山流水 听着那个 一千两百年的 那个一千两百多年的 那个古征 哎呀 天哪 美呀 对不对 在广州 那小院里边 溜达来溜达去 看着小花 对不对 这春天 然后花也开了 树也绿了 对不对 喝着小茶 听着高山流水 美呀 为什么没声音呢 世界的局势 发生了变化呀 这个世界的趋势 不在美国那一头啊 急 谁急 日本急 对不对 台湾岛急 你埃及急 你想怎么急 怎么急 有本身你给我顶着来 对不对 为什么美国以前啊 抓个什么 这个巴拿马的总统 没人说呀 对不对 然后的话 这个让着什么 萨达姆啊 米勒守维奇啊 对不对 卡扎菲啊 然后的话 全世界展示 他们到最后的那个惨状 为什么没人说个不字啊 为什么走到现在 好像哎 对不对 这个局势发生了改变呢 大家想想 原因是什么 做好了自己啊 你的经济有基础 你还在稳定的往上去走 而且在未来的行业 你占据主导的优势 谁想要未来 谁想要发展 都得来中国 这就是做好了自己 给这个世界创造了趋势啊 没有任何的办法 没有任何的办法 大家把这个东西看清楚 对不对 总而言之 台湾岛还是个事吗 台湾岛还是问题吗 我相信讲到这儿的时候 很多同学还会在想啊 这个联合力舰 这个军演 三天时间啊 太短了 太短了 短 那是给他一个机会 对不对 三天 我给你 我让你有一个啊 表态的一个机会 什么叫表态的机会啊 就是说啊 三天我结束了 是吧 我准备结束的时候 我听一听啊 你那边发表 发表什么样的观点 你说出来一些 我爱听的 咱们军演结束 你说说的啊 那些话啊 你给我顶着来 那军演就要持续 那能现在啊 台湾岛或者说美国 或者说日本 都说出了什么样的话 咱们先来看一看啊 台湾岛说了什么样的话 然后这个蔡英文啊 借着这个马英九的事情啊 然后也就是啊 最近啊 咱们还台湾岛军演 联合力舰行动开始之后啊 借着这个马英九这个事情说啊 你马英九说的这个 这个九二共识呢 它是1970年代的这个论述啊 这个讲法跟现在的环境 有一些差距啊 然后的话 这个蔡英文强调啊 现在非常清楚的事实 那就是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好样的 有你的 对不对 硬气 这三天的军演开始了 三天军演开始啊 这个这个结束之前 我看一看你台湾那边会有任何的变化 没有 对不对 咱们看一看你有什么变化 没有 没有变化是吧 那我再续三天 对不对 你继续跟大陆顶着来 我再续三天 这个局势已经很清楚了 把你台湾装进去 台湾海峡我收回 对不对 台湾海峡我自己啊 行驶我的治权 然后台湾岛以东以南以北 我进攻态势 进攻态势影响的是日本 日本那边反正有一个中将死不葬身之地了 那是日本自己的问题 对不对 那总而言之吧 那现在啊 谁说我中国个不字 谁说呀 谁说个不字 我听一听啊 东南亚说了吗 法国人喝着小茶 对不对 马克龙喝着茶 听着听着那个高山的流水 对不对 一千两百多年的古琴 古琴的小日子美着呢 没有说 没有人说中国一个不字啊 对不对 我看一看 哎 你有没有变化 没变化什么 那继续再来三天 赖谁呀 全世界都认一中政策 就你台湾在这 给我互不隶属 不隶属 你给我废这个话干嘛 对不对 你不废话 你表现的好 对不对 你学习一下马英九 然后的话 没准有你的活路啊 对不对 喊起来九二共识 喊起来一个中国 然后的话 有你的活路啊 对不对 你在这给我互不隶属 那继续的施压嘛 而且这个施压是 没有人帮你 台湾那边啊 天天都在说啊 那个自由民主的世界 肯定会越来越支持台湾 咱们就看一看 自由民主的世界 谁来了 美国人在日本的琉球 他都不守了 他在那个琉球的军事基地 都不守了 你米兹号的核动力航母 在哪呢 对不对啊 日本人那边已经有一个中将献祭了 对不对 然后的话 也不知道是啊 日本人的一种啊 特别神奇的那种信仰 是不是 是不是拿人命献祭 我不了解 但是总而言之吧 日本那边已经开始献祭了 谁说话了 欧洲说话了吗 离台湾那么近的东南亚 有人说话吗 对不对 你台湾自己掂量 未来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啊 对不对 这个形式 然后的话 只不过是面对军事 面对战争 大家的态度 那未来呢 还有经济呢 对不对 咱们就等着看就行了 台湾岛没有任何的出路啊 那咱们继续的看一看啊 台湾岛那边 还有什么样的一个硬化呀 然后呢 然后台湾岛这边呢 就是说啊 总而言之啊 这个台湾的陆委会啊 也表达了抗议啊 咱们看一下陆委会啊 他怎么说的啊 首先表达严正的谴责与抗议啊 大陆持续对台军事威吓 然后破坏台海 及区域和平稳定啊 台湾不会退缩 屈从 更不会挑衅冒进啊 你看 不会挑衅冒进 什么意思 我不懂 我不懂啊 然后政府以全程掌握情势啊 将秉持不升高冲突 不引发争端的原则 更密切啊 警戒监控啊 理性 适切啊 硬途啊 维护国家安全啊 呼吁请台湾民众放心 好样子 反正是总而言之啊 不挑衅不冒进是吧 还是来这一套 不挑衅不冒进啊 那咱们就啊 表现的比较乖 但是的话 你还要给我维护国家安全 你哪个国家 讲出来 我听一听 中华民国是吧 两个中国 还是要给我顶着来 还是台湾国 台湾国也玩台独 那就直接弄你 讲一讲啊 你那个国家是什么 总而言之啊 会说人话 就好好说 不会说人话的话 最好把嘴闭上 现在总而言之 台湾这种死亡的态度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局势了吧 看到这个趋势了吧 包含啊 最近啊 跟大家多讲两句啊 最近咱们这边 国台湾不是制裁了肖美琴吗 然后这个新闻 我也跟大家聊了 可是 有些啊 台湾岛的一些 可可爱爱的一些网友 上来说了 哎呀 我没感觉 我们台湾人没感觉 对不对 你那个制裁没有用 对不对 有没有感觉 我也不知道 对我也不知道 但是总而言之啊 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世界被制裁的一些 一些地方 然后他那边民众啊 有没有感觉 比如说像朝鲜 比如说像古巴 古巴的 民众的小日子过得很好 对不对 人家制裁了几十年了 人家也是挺美的 对的 享受时间停滞的状态 人家也没有要死要活呀 对的 古巴也没有要死要活 那这个这个朝鲜这边天天被制裁 对不对 然后人家的民众还是紧密的团结在金正恩的身边嘛 台湾也可以学习一下 继续紧密的团结在民进党蔡英文的身边 未来团结在赖清德的身边 总而言之没感觉 反正是制裁没感觉 你看 看朝鲜 我都觉得啊 这个美国的制裁没有任何的用处 老百姓啊 继续热爱自己的 这个金正恩 对不对 就跟台湾一样嘛 继续热爱蔡英文 但是这个制裁有没有用呢 自己掂量 那么慢慢来 咱们慢慢看就行了 总而言之吧 台湾岛的趋势 大家看到没有 这也就是咱们的台湾岛军演 给这个世界带来的变化 以及给台湾这个地方带来的变化 然后啊 未来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明眼人早就明白了 我跟各位讲 现在台湾岛的趋势 包含中美博弈的趋势 第一岛链 第二岛链的趋势 明眼人早就明白了 美国不乐一手 也不愿一手 之前跟大家讲过 美国从日本 把他的海军陆战队 好几千人呢 撤到关岛的军事基地 为什么 包含之前也跟大家讲 美军那边要做 那个滨海的战斗团 要不搞大规模兵团作战 是为什么 那是一个防守态势啊 你要进攻态势 你才玩大规模兵团作战呢 同样是美国的态度很明显了 往东撤 继续往太平洋里面撤 谁拦得住中国呀 对不对 还要继续的顶 享受一下吧 享受一下吧 接下来还有日本人的表态 日本人是不是为虎作长 是不是拉帮接派 咱们就继续看 你要顶着来 对不对 然后呢 台湾咱们坐实 装回自己的兜里边 然后的话 那日本人继续顶着来 那还是那句话嘛 双喜临门啊 对不对 中国人几十年的那口恶气 还没有出呢 日本人啊 继续给中国机会 对不对 反正总而言之 那个中将 你们自己好好的检查 你们自己的飞机 别再出现这种事故了 中将祭天 他法力无边吗 我不知道啊 但是总而言之吧 咱们就慢慢看 美国 日本跟中国顶着来 这个世界是没有声音的 没人帮你们 大家帮的是谁 大家帮的是赢家 这就是实力的对于世界的变化 世界的大趋势 大家慢慢看吧 好吧 今天这一期啊 就留到这了 感谢各位啊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